群里的各位朋友大家中午好 今天呢是2021年2月4号 星期四 今天跟大家聊天 今天聊的标题就叫春天的脚步进来 好像我们是很小的时候 忘了是初中还是高中啊 或者更早点都学过那个课文 盼望着盼望着啊 东风来了 春天的脚步进来 我今天呢就已经离过春了 离过春呢 你看到各方面都是好事啊 首先我们看到 好像是经过这一晚上 好多币都强烈上涨 而且就创了新高啊 以太坊我看了一眼都 就核算人民币都一万多了 快一万一千了啊 这一些新概念的币啊 新概念的币 呃就是DeFi概念的 也是连涨啊 都不断的 今天咱们看B世界上报道 很多币都是拉了新高 而涨幅喜人 那么同时呢 我们看到这关于 我们最最关心的啊 央行数字货币啊 也有一些新的情况啊 也有一些新的情况 这个最大的新闻就是啊 Swift与中国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所等成立金融网关公司啊 金融网关公司 你看他首先说的是啊 公开记录显示 就显然这个 这个信息是有意透露出来的啊 他透露出来也不是通过这个相关部门自己开 记者招待会啊 是从公开记录上 就好比人从天眼查 或类似的东西查到了啊 这个Swift它是跟一个是数字货币研究所 再一个人民银行清算总中心啊 共同在中国成立了金融网关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呃 这里面包含几个知识点 而Swift呢 我们经常讲经常讲啊 Swift的实际上你要按照网关这个概念去理解 他就相当于全世界啊 全世界啊 就国际金融结算的一个总网关啊 可以这么理解啊 他那个总网关啊 网关是干嘛的 就负责这个信息流通的啊 负责信息 这金融数据啊 金融数据的交换 清算结算 Swift本身呢 很貌似是一个中立的国际机构啊 他总部设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啊 但是我们知道啊 呃 他的制度上设计呢 就美国在里面话语权非常大啊 国战有非常举足轻重的话语权啊 经常可以控制操纵 把swift用作自己的一个工具 去制裁打压那些他看不顺眼的国家或地区 也经常讲 我们说我们央行啊 那么早就开始研发研究数字货币 然后研发了我们自己的央行数字货币啊 他有一个目标啊 就是促进啊 助力于人民币国际化 还有一个他最大的对手啊 就是这个swift啊 因为swift是在过去的中心化金融啊 我们说中心化金制度之下一个国际的一个中心啊 所有从事国际贸易啊 要牵涉啊 涉及到国际贸易结算的时候 你涉及到自己的本币跟外币兑换的时候 都离不开swift的这个系统啊 他就是个总网关啊 他就是总网关啊 但是他是电 他那个swift啊 是用的是最古老的电话电报电报的技术 电传啊 每一个国家在swift呢 有个代码 也不是每一个 加入这个swift系统的 你有一个代码啊 中国好像40年前才加入的啊 是中国银行最早加入啊 比方说给你中国银行一个代码叫BCN啊 叫Bank of China 然后呢 那你中国银行就可以收到美元了 不然你收不到啊 收不到 那以前我们在此之前呢 我们国家有49年建国到1978年啊 改革开放 这30年啊 我们为啥只能跟苏联做生意啊 跟非洲啊 跟东南亚呢 也做生意啊 跟美美国做生意没法做啊 都是通过香港的代理公司在做啊 那时候香港发挥的就这么一个作用 离岸的金融中心啊 香港为什么啊 曾经啊 是亚洲四小龙啊 曾经啊 甚至到现在都是世界四大金融中心之一啊 主要是啊 他正好 在那个位置上当了一个跳板的作用啊 当了个跳板的作用 那是历史的产物 我们中国费老鼻子劲加入Swift 加入Swift之后呢 到特朗普开始打贸易战了 贸易战又打科技战 最后要准备打金融战的时候 我们国内有些人就说 哎呀 得罪不起美国人呢 人家这Swift太强大了 他网易关 我们就瘫痪了啊 香港乱的时候也是这么说的 你看美国制裁香港很简单呀 他把你那个代码 从Swift里面剔除掉 就可以制裁 美国是技术上他可以做到的 他为什么没做呢 因为这就属于啊 损低一千自商八百的一种行为啊 你说特朗普再傻逼 他还没傻逼到这份事 今天呢 这个新闻 出于我们的意调啊 出于我们 我们因为一直都认为啊 央行手组货币 就是特朗普他绕开Swift啊 走自己的路 因为他要靠点对点啊 不走银行账户的 但是他突然呢 啊 突然就跟Swift成立了一个合资的 而且是个网关公司 网关公司啥意思 他就是一个以技术服务为主要业务内容的公司啊 他不设计的政策 叫Swift 你可以理解 Swift在中国有个节点 而且他 他的合作方 是两个啊 这两个单位当都是中国央行的下属单位 一个叫清算总中心啊 Swift就是做国际清算的啊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央行数字货币研究所 我们说央行数字货币研究所 他主要的业务就是研发推广 央行数字货币 琢磨一下挺有意思的啊 他是他的组织架构的呢 也很有意思 他在中国成立的是一个合资的一个公司 但是呢 Swift呢 他是通过他的香港子公司出资55% 也就是他占到绝对的控股啊 绝对的控股 那么另外一个股东啊 人民银行的清算总中心呢 持有34%啊 这一加起来你就说89了 还有11的股份他没讲 那么他的董事构成呢 你看一下啊 央行这边就占一个系列啊 单代表啊是 有Swift方面 担任的啊 Swift中国去CEO 啊 你别看他叫中国名字 他他的他是Swift比较太粗的 然后四名董事里面啊 有三个 是Swift派过来的 三名高管 但只有一个中国董事 但是董事大家就很熟悉啊 就是数字研究 数字货币研究所的所长 穆长春同志啊 他出任这个合资公司的一个董事啊 怎么理解呢啊 我看了这个区块链人员玩老师的解读就是 就是通过跟Swift的合资啊 又扩框了一个人民币的一个出海的通道啊 我觉得这样去解读也没什么的错啊 也就是说呢 那我们 推出央行数字货币啊 你可以这么理解 原来呢 我们可能很容易把它误解成就是我们要自己要令气炉灶了啊 呃 不在你的那个套路里面玩了 我们自己玩一套 我们走点对点的支付系统的 我们跟账户不绑定的啊 就硬硬干啊 往国际市场硬干啊 现在呢 一看不是这样的啊 是更加一个圆融的一种做方式啊 也就是中国人在讲的句话啊 我们可以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啊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资源 Swift的目前就是国际市场的头号霸主啊 他不是这些作业务 他是一个通讯系统啊 银行国际银行同业交通讯协会 但是他就是一个总网官啊 可以理解成个总网官啊 那个地方可以把任何他不顺眼的关在里 关在外面 但你要加入呢 对你每个人的促进作业很大的 哦 我觉得 就是换一个思路啊 就可以理解成什么呢 你按照一种备胎理论 就是我们两条腿走路 我们 我们央行数字货币出来了 我先 跟你合资啊 也用你现成的渠道 把人民币走向世界 但是我停 同时 也在 有一种备胎思维啊 就像那个华为 华为这块 推出鸿蒙的时候 他其实已经研发准备了十年了 一旦 你要卡我脖子啊 你安卓不让我用了 你这个要封锁我了 我鸿蒙随时可以 我的备胎随时可以转正 那么DCPS 在这这这一招起出来 我觉得也有这个意味啊 我们先走大路 先走着传统的主流的路 走不通了 我随时啊 我不依赖一女 对吧 看到媒体的报道啊 还是这个东方卫视啊 东方卫视上面有那么两分钟的啊 两分钟的就是 记者在街头采访一个普通群众啊 这群众就是我都拿了面了 这一样数字货币啊 跟这个微信支付宝究竟有啥不一样呢 啊 就他最关心的这方面啊 前面他介绍了 群众作币可以啊 叫什么 往上划付款 往下划收款 这些都是皮毛的啊 这个呃 路人甲啊 我们这被采访了 他也问的都是普通老百姓关心的问题 纳闷的啊 为这个东西 你推这个东西 他跟微信支付宝究竟啥不一样呢 那这这两分钟 他着重的讲了一个 不一样啊 就法律概念不一样啊 法律概念不一样啊 你用微信啊 你只能用微信去扫微信啊 支付宝只能支付宝扫支付宝 那么我们DCEP呢 可以通过支付宝扫出去 对不对 你支付宝就有个选项了 你通过数字人民币支付啊 你 就说啊 他的适用面啊 央行收支付宝 适用面更广啊 那生存原因呢 他的法律地位更高 是吧 他具有法常性啊 他就相当于现金啊 你不可拒收啊 这两分钟主要着重掌这一点的 我们每天呢 就是一点一点的日积月累的啊 很多人达不到一个系统完整的 全面的理解啊 那么你就每天接触到 你就知道他在说什么啊 他他这点讲的是啥啊 一则就是北京某官员啊 对外披露的很明确的说啊 就是数字人民币冬奥组委的场景 已经率先在北京地铁大型机场落地啊 因为呢 我们知道冬奥会售票很快了啊 三月份啊 这现在二月份了 是吧 你感觉到这个央行数字货币啊 方方面面的工作都是啊 不说每天都有一点点 至少隔那么三五天啊 都会看出他的动静啊 这个我们一说这个春天的脚步啊 这个南方人是没感觉的 南方四季如春啊 南方四季我们新疆的冰天雪地的时候 人家照样是红花绿月啊 花红柳绿的 但是呢 北方人你就知道这个冬天 去的时候瞬间就去了啊 春天你感觉瞬间就来的 不是的 今天我们这温度是零度啊 零度时候啥想想 你会发现 比方说我们现在白雪覆盖大地 但是零度的时候 它是就雪会化 如果它三天连续零度 你会发现有的雪就化了 有些薄的雪 然后你会惊讶的发现 那个雪底下居然有绿油油的小草苗啊 你今天看了一点 明天看一点 你过一个星期就化 整个大地就变绿了啊 你这春天就来了 我们的DCP到来的过程是这样的啊 它一点一滴一点一滴啊 就像那个竹子一样啊 我们说竹笋啊 或者荷花定律啊 开头你觉得很慢啊 今天一朵明天一朵 它瞬间铺满整个池塘 也就那么一瞬间啊 我们现在你这个瞬间 确实是越来越近了啊 还是那句话 这些这个进程我们 啊 不是由我们控制 但是他确实在推进这种啊 我们不要为此焦虑 那我们更应该问问自己 他一旦落地的时候 我们做好准备了没有啊 是否做好准备了啊 我感觉啊 呃 大多数人是一种听之认知的 因为他觉得开了就好啊 一小部分人呢 确实是啊 呃积极的 认真的在做市场铺垫啊 有一些人徘徊在这两者之间啊 徘徊在这两者之间呢 这都是自己的选择啊 这个红利嘛啊 啊 就是能者多劳嘛 多推多拿嘛 不推不拿嘛 但如果你真的要多推广的时候啊 真的有些地方 还是要经常的大家互相交流一下啊 啊 你要跟那些推广过的啊 你听听别人的课啊 如果别人愿意讲的话啊 我觉得现在真正的做市场都是悄悄的闷着头 埋头苦干着呢啊 其实这个市场 一直有人在深耕细作啊 有人在广 也大面积撒网啊 呃 最让我苦恼的就是一些人呢 今天想出来搞一下 明天觉得有困难就不搞了 呃 这个无所谓 但是你主要你要搞了就好好搞啊 千万不要犯第一级错误 今天具体讲的就是啊 我还是侧重点就在我们国内的四千亿啊 我们知道这一块蛋糕很大 国内四千亿国外八千亿 除此之外 还有生态那块是长久的啊 还有我们传统的国际钱包的 在海外还是可以推广的 啊 那么侧重于国内四千亿啊 我今天跟他讲一个侧重点啊 跟谁讲的问题啊 跟谁讲的问题 我认为啊 你一定要跟这个企业说了算的人讲啊 我们古人讲 擒贼先擒王啊 把他拿下 不要去绕弯子 兜圈子 第一不要去 你自己没有资源 去找资源啊 不要拉帮结伙的 就你以前在直销啊 资金盘积累的这些人去搞推广 这个会给自己带来很麻烦的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就三层啊 你要有一个核心的目标就是 一步到位啊 最好 成绩越少越好 因为你一不留神就把你隔在企业 这里面创造利润的给你创造红预的就是企业 一定要跟企业啊 你说有的这个企业反正代表他只是挂名的 没关系 你找到实际控制人啊 找不到他 找到能左右他的人 能把他拉出来跟你说话的人啊 什么人把他拉出来跟你说话的 工商银行税务主管政府机关啊 这第一层啊 其次才是他的 亲戚好友啊 再次是他单位的财务 对吧 这里我要讲啊 有的人做什么事务所的啊 我跟企业老板没说到跟财务说 我跟财务说一说 你放心好了 你去说十个财务九个会反对你啊 因为财务这个职业 我们设计说的财务都是 中小新公司的财务就是会计 不是大型上市公司的啊 他这个职业决定了他的性格永远是保守 啊 谨慎为主的 他对新事务首先就是一棍子打死的啊 很多人你要跟财务说两家 我觉得你都怀疑人生了啊 我们也出去说过啊 那企业老板就把财务拿过来 财务他最担心的是啥 他比企业老板还担心 被被骗了 这不安全 而且还有一个我们知道 打工的人跟老板是不一样的 打工人想那我不犯错 我能拿到工资就行 老板想那我一定要找出一切机会啊 该挣钱的挣到啊 适当注意安全 是吧 一个是有 他们都有风险 但有一个就是用风险把自己盖死了 因为我干好了啊 拿不到多少钱 我出点事啊就麻烦大了 所以说我们出去做市场 永远不管你做什么 你别搭理公务员是不是 公务员就是个灭嗨王啊 你再积极的是他一漂冷水就把你浇灭了 因为他们就是求稳定为生存之导向的啊 要求的最高的要求啊 就是别出事啊 是吧 我们企业做市场 永远是要找机会啊 没有机会创造机会啊 是主动的一个过程 所以说啊 你跟财务 你首先要照顾到人家是干啥的 人家天然的就要灭你的 你能不能心理强大到足够的忽略它 而且你你把他说服都没有用啊 你通过他啊 你说这事我都跟你老板谈 你别跟他谈啊 他说你先跟我讲 我这是老板拍板才行行啊 但是你要不要言语中体验说对他的人格呀 或者职业的不尊重啊 这是一个出去说话的一个最基本功啊 你别给自己设置很多障碍 你要绕过他 但你不能得罪他 对不对 你得罪他了 你就见不到他老板啊 我想这个是这个不管你做什么生意啊 做人都是这样 进一个工厂 你别把门卫保安都在那里就得罪了 那你就 这世上就没有你的活路了 但你要心里知道他说话不算数的 也跟他没有废话的必要 要绕开他啊 虽然就依赖这些啊 你千万不能依赖这 他们的 你同样一件事情啊 同样一杯水啊 半杯水 有的人看到我再倒了就到满了 有的人说这个水才半杯 不够喝 这就是一个人 你出发点是说乐观主义还悲观主义 其实你用又不用乐观又不用悲观 你实事求是的告诉他 这就是啊 一百升毫升里面装了五十毫升 你怎么想是你的事 所有啊 你有兴趣做推广 我们说仅仅有兴趣是不够的啊 你一定要有目标 你要给自己定个目标 我准备拿下一百个亿的 还是十个亿的 还是五千万的 按着目标去行动 不要光有想法啊 第一个啊 第二你一定要亲自的跟企业老板说一次啊 有些人很搞笑啊 他就担心搞砸锅了 被别人笑话了 被别人怀疑了 我就说你几岁了 销售啊 居然还会担心别人的看法啊 那你是不是吃这碗饭的啊 你要把自己的想法 什么叫销售 就是通过满足别人的需求来实现自己的目的 啊 这是我现学现卖啊 我觉得这个解释的非常恰当 销售肯定不是强买强卖 对不对 强卖强卖什么叫强卖强卖啊 我走错路了 找出目标了 找出目标了 我们这新疆人群很形象的话啊 人生啊 你不能到二道桥去卖猪肉啊 啥意思呢 因为那边聚集的人 他是忌讳啊 对吧 你要到合适的地方 去出售你的思想或者产品 目标啊 我们的目标 我们跟你讲 画个洋葱 核心核心 就是企业主啊 私营企业主 离他越近越好 不要绕道 绕的越远 你就挣不到这笔钱 而且这一路上都是跟你拦你路的啊 都是拦路虎 很多人就就是因为这个受到打击 因为毕竟很多人从来没有做过市场 没有做过推广啊 的的确确 呃是非常小白的啊 他他可能还害羞呢 脸皮薄呢 觉得不好说呢 哎 我告诉你 你越是老板的越好说啊 老板会跟你想的一拍即合 而越是这些什么财务啊 保安呢 熟人呢 第一这事说成 对他没有什么利益保障 说不成 他还担心老板说他呢 他是一个求稳的一个私 一个这个认知模式 一定要找那些 在市场上打拼出来的老板啊 他们是既有闯进又很谨慎啊 他自己肯定会注意风险的 他肯定也会第一时间 琢磨这究竟是真的假的 对他安不安全 会不会受骗 他会琢磨的 但是 他的态度是开放的啊 只要你说了啊 你一个机会是吧 抓不抓住在你啊 我不需要你投一分钱 只要求你在 银行的钱包 跟这钱包之间做一个选择啊 如果银行的钱出来 那么你找借口拖一下啊 我们这个 对吧 至于安全性 安全性的质疑 就是最后他一次通过银行 最后才能开通的啊 扫你的码下载你的钱包 最后还是要到他开户银行 经过银行开通了 你这个角色就把他最担心的问题就破解了 老板就担心的破解了啊 至于财务他担心 你管他呢 啊 如果你们是好朋友 那是另当别论啊 是不是啊 老板同意了啊 财务就是去执行的问题 财务他出发点也是啊 他从公司来说 他也会 从安全性上面啊 安全性 是吧 除了你要告诉他这些 你还要强调啊 你现有的啊 资金流向等等啊 所有的业务 丝毫不受影响啊 丝毫不受影响 还有啊 我觉得这些问题都跟大家分享一下啊 尽管有些问题 也许我觉得太小白 但是啊 毕竟我们有这么多人 大家来自方方面面啊 每个人啊 呃 从事的工作都不一样 接触的社会面不一样啊 那么我们就严肃的啊 就事说事啊 比方说有个群里问我 啊 证券公司可以推广吗 我说这是绝对用不着推广的 证券公司 寄货制公司 这些金融公司 他收的不是你的付款 你知道吗 证券公司 你拿上三十万 咱那开户炒个股票 那钱还是你的 那不属于企业的收款啊 他有没有收款的情况 有的啊 比方说什么咨询费 服务费 但那个很小额 这一块你就不用考虑了 你挣不到他的钱的啊 那你可以到啊 如果某证券公司的什么市场部经理 他认识很多老板的啊 你通过他可以认识很多企业主的啊 这曲线救国 但你不要把证券公司 这种金融性的公司 作为自己的推广目标 附带说一下啊 央行数字货币 是可以用来买股票的啊 人民币能干的事 数字人民币都能干 这句话沐长春讲过啊 因为 他在那个外滩金融峰会的时候讲的啊 10月23号 在此之前9月份 啊 因为网上刚刚开始宣传数字人民币的时候 就是有些人啊 有些人呢 思维很奇怪 他永远从负面在找查 哎呀 这个能买房吗 又不能买房 又不能炒股 那叫啥呀 是吧 人家 逼迫着我们 牧所长亲口 亲自 告诉你 可以买房 可以买股 只便人民币能干的 他都能干 他就是人民币 只是形式不一样而已啊 法律效率是一样的 有些地方呢 他的流水很大 流水很高频啊 大到不一定大 我告诉你 你别看他超市天天进账进账 加起来不大 就连锁超市啊 加起来似乎有点大 但是我告诉你 真真大的 我跟你说过一个很硬壳的 很笨又很直接的办法 就是看你当地的 你到网上给查了 国民经济统计报告 每个每一级政府啊 都有啊 你到政府官网上啊 比方说我们昌吉市啊 2020年肯定还没有 2019年国民经济统计报告 什么啊 企业销售额排放啊 第一第二第三 你看一下啊 排在前几位的 不是他们有啊 往往都是什么样的企业 第一类 野精类啊 传统的煤矿 钢铁厂 建材 水泥厂 这些才是真正的大户 你老百姓你觉得那个 哎呀 那个超市 华人万家 哎呀 全是十几个连锁店 每天都在那 以前那个钱加起来能有多少吗 啊 我们的目标啊 一定要直接指向自己的目标啊 目标为什么越大越好 能挣钱多吗 搞定一个 你搞定他一个跟你搞定十个 都不可比的啊 是你搞不搞得定 另当别论啊 你想办法 我们没有做推广之前 也曾经哎呦 那个超市嘛 连锁超市嘛 你发现但是超市 它是流水挺大的 但是大部分都不开发票啊 因为他的客户都是 就是居民叫 我们讲的叫 哎呀 用互联网语 叫2C啊 C就是customer C是普通消费者 消费者 客户端 我们叫针对呢 B端 B端就是商务端 啊 知道了吧 这企业他的流水 不是发生在普通 老百姓 他跟他的上游产业 下游产业跟他的这个供货商啊 购买商之间发生的那个流水是非常大的 非常诱人的 这是我们最值得努力的方向啊 这些企业 你搞通一个 就是一片啊 他企业有上游下游啊 还有同行业啊 就跟那个我想想像个啥也 老早以前啊 20年前我们喜欢玩那个 Windows上面一个游戏吧 拉皮雷啊 你点中了一个 跨一片 点中一个跨一片啊 这样推广才有意思 还没推就被一些 不正确的一些 自己的一些想当然的一些做法 耽误了自个的推广啊 耽误了啊 那么你就是跟这有经验的啊 跟你看那么多团队在推广的啊 悄悄的问着一下啊 别跑到群里面 用一种质问式的 挑衅性的态度 找茶式的方式 那没人理你的啊 谁都不喜欢跟一个找茶的人 因为咱们跟你讲是挣钱的方法啊 又没问你要一分钱 你开口就开始有一种啊 叫出口伤人啊 我们经常讲啊 修行修行 先从口德开始啊 张嘴说话是人最大的风水 是吧 没有本钱啊 做市场 做营销 做推广 做销售 是最低成本的创业方式 但是 你不要因为一张嘴 就成为全世界的敌人 比方说啊 去年的时候呢 集中的啊 维权群里的人 今年有些群里面 我们说那种怨妇啊 巨婴啊 是吧 哎呀 我天哪 是吧 你看着他又可怜又可恨 就是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嘛 就一个满地撒泼打滚要奶吃的小孩的形象 哎呀 还整天抱怨 啊 这个抱怨那个 谁愿意搭理你 啊 因为谁都不欠你的啊 你要明白谁都不欠你 啊 现在中间啊 讲推广 还是讲的国内这四千亿 这块啊 国外的八千亿啊 呃 因为别人也没 出去过啊 以前 做国际贸易都已经二十多年前的事 啊 我们在这次推广中也接触到一些外贸企业啊 外贸企业啊 他很理解 他因为 你要一讲Swift啊 任何一个外贸公司都知道 都知道 然后你就顺理成章的 再给他讲 数字人民币啊 讲他为什么会出台 将来要做什么 都很容易沟通的 这还有个小新闻呢 啊 派宝正在投资新的数字货币业务部门啊 派宝 派宝是 派宝 我估计我们国内很多人没用过 这个 其实派宝 这么说 支付宝就是派宝的中国克隆板啊 先有派宝 后有支付宝的 但是派宝呢 他说进中国进的太晚了啊 当然他要想早也进不来 这支付业务是国家是监管很严格的 派宝最早居然还是爱罗马斯克发明啊 那么他我们说前段时间他自己在平台上支持他的客户 可以通过派宝平台啊 购买数字货币 可以购买比特币了啊 他又开始投资新的数字货币业务部门啊 搭上这趟车了 我们可以想想啊 国内国内啥情况是吧 国内目前的我们说支付做的最大的啊 微信支付宝 那么支付宝已经确认啊 他自己内部测试板 内部员工在支付宝上有一个选项 数字人民币支付 微信目前还没动紧 没动紧不代表他没有动作啊 也许人家没有公开罢了 微信支付宝抖音滴滴什么美团啊 这些央行数字货币都跟他们单独的啊 沟通过的啊 这都是将来 数字人民币啊 走向老百姓的通道 走向国际的通道是啥呢 走向国际的通道是啥呢 啊 就是我们在等待的啊 快等到了啊 大家一块等啊 好 今天就聊到这啊 谢谢各位 祝各位兴趣愉快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